好 好听的是音乐不好听的就是噪音了 在新竹竹北一个工地实施了灌浆工程 到晚上11点还在施工 旁边就是住宅区 民众被吵得根本睡不着觉 在半夜找来警察劝导找环保局开单 竟然都没用 民众痛批这个建商真是个大恶霸 社区对面大楼工地灯火通明 混泥土车还不断发出轰隆巨响 这时候已经深夜11点 让住户们想睡也睡不着 11点多了还在施工 警察来也不管 环保局来也不管 这无政府状态嘛 痛批简直是无政府状态 看看工地周围 警车早就抵达现场关切 环保局人员也在检测找应分贝 但是进行大楼灌浆工程的工人 却完全不为所动继续做事 让民众直呼简直是恶霸见伤 他如果一直做的话 这穿暴局就一直给他告发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强制叫他不能动工是不是 我们没办法强制叫他不能动工 新竹竹北这处工地在年前赶工 连夜进行管讲作业 从23号早上7点一直施工到晚上11点多 没有间断 依照规定晚上10点以后不能施工 环保局人员检测两次 统统超标 建商连开单也不怕 第一次测是78分贝 有超过了吗 有超过啊 第二张也是83.5分贝 也超过了 也就超过啊 长时间的疲劳轰炸 附近居民简直快发疯 业者还是硬拗了一个半小时才勉强停工 环保局说会持续监控 希望业者不要以身试法 但却让失眠的民众痛批 老百姓的权益到底在哪里 今天新闻何梦千许玉平新竹采访报道